强强对抗 究竟谁能够胜出 我们一起来关注比赛的过程 去年的超级联赛的时候 丁宁还输过过月 大家看到并了解 就是多月它是以快速 匆忙 以变化凶狠为主 而丁宁它是打后级 相持攻防转换为主 两种不同的球路 相比而言呢 郭月打球的线路和落点更刁钻一点 而丁宁呢 整体实力更厚实一点 稳定 所以从丁宁在对郭月的战术上来说呢 郭月的打法是正手好 反手弱 所以从丁宁在对郭月的这种战术上来说 希望是能够叮住他的反手 但绝不能靠着侥幸运 围绕他 对 有的时候需要调动正手以后再打回反手 这样呢 这样才能使郭月不能站在那个地方很心定的 进行反手的相持 其实经过丁宁在经过一年多来的训练呢 前三板的那个得分率呢 比过去要高 所以他也就弥补了在前三板上相对弱势的一个环节 这个球啊 要在两年前的郭月 我相信应该如探囊取物一样轻松 就是这种连续正手的加厉啊 刚才的这个球技给人感觉到 那个脚的步伐 能力上就有点不对了 因为郭月的技术呢 他必须要有这种强度很大的训练 来迫使他在拳台的跑动当中使用正手 如果他是在训练 如果不系统训练的那种强度不够的话 他的技术会打折扣 没错 尤其是回到省市队之后啊 这个训练 他不是说你多么努力多么认真 因为他这种训练的这种对抗性就不行 他不可能有这么多高手像国家队 全是高水平 所以你只能说 练一练基础 练一练这种基本功的东西 你要真的想对抗性特别强 可能就非常困难 可能困难 因为抢手跟抢手对抗的时候 他的每一板球过来的质量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你如果练习当中的对手太弱的话 他过去的球的质量不一样 你觉得感觉还不错 当一个抢手跟你打的时候 根本就不是这样一个概念 不论是空间上面 时间上面 它都不同 这局比赛群呢 我觉得开局郭月上来发动的不错 零动了几个球 但是接着呢 就被丁宁的牵制 特别是牵制郭月的反手 郭月的这种整体技术上最大的弱点 就是防御能力差 这玩意是天生的 对对对 防御能力是一种感觉 对对 进攻你可以练的 防守它是一种感觉 对 你要不到位 你天生感觉不好 它确实非常来改变 后天改变这样的 我都觉得 郭月还是要剪短头发 保持一种锐气 保持一种锋芒 丁宁也一直形象 没有头发发型没变 但是郭月你看他 刘长发当然也很舒逆 可是作为球场上来讲 他不是这种沉稳 成熟的一种风格 丁宁的这种调动相当及时 刚才一个偷袭 发球 郭月正手 连续得两分发球 这一轮里面 丁宁发球得了四分 也是动了脑筋了 这发球的落点 那么稍后呢 将会继续为您带来 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八一集中能源 对北京首钢的第一盘 郭月 对丁宁的比赛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一起回到这场比赛 来看看第二局的一些变化 谁知道 陈琳知道 我觉得丁宁可以说 都有屏制的ق量 �度sa 所以他在场上你看他基本上就从第一局来看郭月上来发动很快 但是他的这种跟进他的这种牵制也是可以说犯错误的指数为零 基本没犯错误第一局 他是在准备世界备战世界锦标赛团体赛的时候那一段时间练得很好 就是说目前来说他打球呢他的节奏跟一般能不一样 因为他还是做我们专业说的有点把台 但是呢对他来说仅仅是把台也不够 因为抢手你比如说李小霞比如说刘诗文包括郭月这种强进攻的时候 他这种把台是还是有他的弱势的 所以他现在目前加了一些控制包括在他合适的位置以后 站在合适的位置之后加一些旋转加一些弱点和节奏的变化 这次他的球变得很厚实和封锋嘛 所以说他自己已经站定了能一旦站定的时候 他自己的信心啊这些都会随之而来都会比较稳定 没错我看了第一局的感受就觉得叮咛的球比以前精细了 对控制包括场上的这种战机 掌控上掌控能力也比以前要更好 对 那么从郭月的角度现在还是要坚持自己的风格 你必须要冲你必须要进攻 你不能稳你一稳跟冰宁你根本就太下风了 是吧必须的还是从这种突破来寻找机会 所以就是感觉平民 这以前球精细 看起来都有欲望 对 他的那种 就是我们感觉到那个手上能够沾得住球了 没错 对吧 所以沾得住球的时候 他的控制把控能力就更能定 这是一种手感 对 这是手感 我们电视机前的球迷朋友 其实在练球的时候 不一定说发力就是好 对 不一定凶打就是好 就是你什么时候感觉这个球啊 能够打很多的板数不丢 根据各种来球你都能不失误 这就是一种本事 对 特别是在现在旋转比较强的时候 因为你过去旋转强 人家回过来的球旋转有反旋转 或者是其他的旋转在里面 现在强大情况啊 就是郭月基本上被冰宁啊 给锁住了 非常难受 刚才给大家记得 郭月的特点非常突出 快准很变 抢攻正手的速度 连续性 一旦打不出来 这个球啊就显得 非常的断掉 冰宁现在就控制它 控制完了以后呢 然后再防住你 防你两板 然后给你反手 牵着你反手 时不时的给你用正手来调动一下 从目前打的情况来看 这已经接近第二局的委屈了 就是从郭月来看 他的训练真的还是差了很多 第一个呢 其实你说他不想用正手抢吗 他也想用正手抢 但是他确实能力做不到了 他没有以前那种能力了 所以他一上来 整个观察他没有几个发球 用正手上手抢攻的 他基本上用反手在抢攻 那偶尔有一两个正手抢攻的时候 还是有威胁 他也想抢 但是从他内心里面 他还有一种担心 或者说有一种害怕的心理 就是丁丁的防御太好 他怕自己上手抢以后 正手都空荡出来了 所以他打的还是不够果断 好的 第二板 这就是郭月的风格和特点 就是要靠这种 一个是提前预判 发球变化多 再一个正手下手要狠 他天生的这种风格 建立这么多年了 你必须要按这种风格打 才有他的得分手段 如果说他要改变另外一种风格的话 这个球的水平会下降很多 这个就是属于丁丁的强项 强势技术 以往丁丁这个球的时候 比较平淡过去 他现在能够再蹭加强旋转 往前拱了 加强旋转 所以他这个节奏的变化 和旋转的变化 比过去要提高了很多 我觉得接下来 这个郭月还是要考虑 首先怎么能够和丁丁 能够接得上火 能够比分掐得住 你现在落后太多 这球你怎么打你都被动 对 你给对方的心理 首先从比分上 带来不了任何威胁 对 现在丁丁是2比0 领先于郭月 我们稍后将会为您 带来丁丁和郭月 第三局的较量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接着为您 带来这场比赛 看看老将郭月 能够能够 能否想出一些 新的套路和办法来 所以现在看啊 听到就是说郭月 这个球路风格 固然非常 这个吸引人 实际上他的球风 犀利 场上风格硬朗 但是呢 往往这种 舒狠型的一种人 他的回旋无敌 就是他的这个空间 空间小 空间小 所以一旦你 就是一招 使过去 你的风格打不出来 那你相持能力 你的控制 你的调动 你的落点 好的 就是说你其他的要 其他的这个综合技术 要能够跟得上 可能我就是靠攻 你攻没机会攻 那你其他什么办法都没有 对 就太单调 但是往往呢 就是说 晨岛可能也带过 很多的队员 也知道 越是进攻好的人 越防守 越特别差 是吧 他这个是有比例的 有人攻的一般 但他防的也不错 他看不出什么毛病 但有的人攻的特别好 但他防的特别差 其他技术就特别干 所以我们在 作为教练 在培养队员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他的发展 对吧 我们不是一味的 追求一种进攻 积极主动是肯定的 这是一种战术的意思 但是从培养技术的角度上来说 他的进攻 有没有回防的余地 这个很重要 另外女运动员呢 更强调一个攻防转换 对 防转攻攻转防 对 因为女运动员呢 都是从打箱时开始 相持当中转进攻 转防御 防转攻攻转防 这个是一种 相持的这种能力 对 所以在培养你 培养女运动员的时候 你要她进攻 然后 她还要有 防御的回旋余地 这样的衔接 才是合理的 就是别只能攻 不能防 对 其实就是在培养上 有时候出现的 走上了偏路 那么现在八一 集中能源 我们刚才介绍 上一场赢了金华银行 但是呢 他们冲进四强的机会 还是非常的小 那么这个主要的问题 关键在于郭月的状态 在八一 集中能源的一个 它的价值 或者它的作用 它的调动 现在木子还可以 木子基本上 该赢的 基本都拿下 他的技术状态 应该说 担当了这个 单打一号 这样的角色 如果郭月再能够 把他的技术状态 调动起来 这个队伍 进入四强 进入争冠组 才有更大的希望 其实丁宁在一比四以后 你四比一你先的时候 连续输了三分的球的时候 我觉得在节奏上 偏快了一些 他像这样的球的节奏 是丁宁最好的节奏 不要打得太着急 郭月等说实在的 他还是有一些功底的 真的你看 从目前的局面上来看 他往往是在落后的时候 他发挥了 他自己的这种水平 敢于去出手 其实他现在 我觉得在心态上 是有些问题的 他应该还是要放开思想 出球你要高质量 你才有可能 创造你延续进攻的机会 以前郭月在状态 最好的时候 和丁宁打的时候 他也是有赢的这个比例 特别是大赛的时候 他有 因为他的攻势淋力 因为真正大赛 有压力的时候 防御的队员 他会比较难防御 因为他质量也降低 所以 比如说场地的改变 对吧 压力 那个空间感和时间感不一样 你防御就会难度大 就是真正大赛的时候 难度大 为什么我们一直提倡 积极主动呢 从上进攻 对 其实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好 有了 丁宁 防转攻 哎呦 这个球 丁宁啊 是有这个 功底的 有这个功底的 哎 他在到了远台之后 他放高球的能力非常强 非常强 就是平时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他也往往是有这样的球 他从不放弃 他也是经常会得分 对大赛的时候吧 场馆一大 空间一大 球数一慢 可能他觉得会更好一点 好球 前面的球呢 就一直压着郭越的反手 郭越也知道 丁宁肯定是打他的反手 所以他没有去 去侧身 丁宁应该在 适当的时候 应该要调到阵守以后 打乱他的杖位 然后再调回反手 这是八一级中能源的教练李毅 八一队啊 确实是一支传统强队 而且非常注重青少年的培养 你看他现在男子 王浩 虽然不在这个 巅峰 不是当打之年了 但是他下面的人员 像樊仁东 周宇 徐承昊 这几个都很优秀 对 去年获得了全会的冠军 女子方面他也有几个 只是现在还不够成熟 没错 这个木子 狐狸梅 这都有八一队 狐狸梅 刘希 还有刘欣 这些都在打超级 虽然他还不是特别有名 也许一两年以后 会能成熟 我看三宗鲁能那两个不错 顾热臣和顾玉婷 对 去年全员会上一展风采 对 这个 在场上很有锋芒 对 有朝气 好的 这才是真正的郭月风采 就是要强点 算准了 把这个丁宁打乱 打得成了翘脚 这种来回晃 站不稳的情况下 郭月才有机会 郭月这个发球也发得很好 你看丁宁个子这么高 他觉得位置没上到 对 所以就出现了 有突然性 正短 反手拉起来 相持 你看郭月的球啊 确实以前的 他那种东西 风格啊 他那种球技术 应该还在 但是在这个比赛当中 就是说 他一局当中 可能能打出三四个 对 他不可能就是 这个强势到底 好的 再来 就不可能做到 一攻到底 我就这风格 就像这三个球打的 这就是郭月的 真实的 他的最根本的一些特色 那前面就没有 你怎么能够就是说 能够坚持整盘比赛 整场比赛 打出你自己的这个风格特色 其实在丁宁领先的时候呢 他就还是有一种 侥幸的心理 觉得郭月 他没有很多的僵持能力 可能顶三四百以后 就能够得分 他自己应该还是要 主动的去进攻 主动抢先上手 没错 你上手的质量高低 不重要 但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先拉起来 或者先发你正手位 短圈 你要先调起来 对吧 这样你才有转攻的机会 才能打到他防守的弱点上面去 这些算的还是不错 但是有点大 就是说郭月发的这个正短 角度 应该是完全的这种正手位 所以比较牵强 比较牵强 其实这个球 你能抢一下临死对手 太狠 太狠 角度太大 其实你上去 这个球可能就会好了 哎呀漂亮 这个球就是 你不能平戳 这个球实际上是没有太多旋转的球 你就得要主动进攻 你主动进攻了 他才没有进攻的机会 谁抢先上手 谁的机会就更大 所以高手就高在这个地方 他不在于说我能打多少板 而是在关键时刻 我敢于运用 对 甚至不是最强势的技术 对 好的 你看这个球就很好 他不像刚才一样 一直连续给郭月反手 郭月反手反手反手 侧身拉你 他现在这反手反手 变你正手 那郭月这个球就站不住位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 而且这球你看质量也挺高 往前拱的 对 郭月一抬手 这球已经顶在板边了 擦边 意外 这个球 这个也是好 对 这球即使不擦边 丁宁变到郭月的正手 郭月轻拉之后 他反拉 这个球还是上风的 这样 丁宁呢 是3比0 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 先战胜了郭月 为北京首钢 先拿到了第一盘的胜利 稍后呢 将为您带来的是 白集中能源的木子 对北京首钢的胜丹丹 稍后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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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